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3月3日 禮拜日 來到上午的第一節 先和各位網友說說香港最新的熱話消息 先說說恩尼姐很生氣 直戚李隆基最近博同情 說他扮豬吃老虎 是一場鬧劇的說 因何解救恩尼姐會這麼生氣 而他罵李隆基罵得對不對 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邊商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說日前老牌的建築公司馮長記都清盤 最新情況拖欠了多少錢 而發展局也有回應 究竟還有沒有工程是未完成的 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熱話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先提提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恩尼姐很生氣 直戚李隆基扮豬吃老虎和博同情 說一世英明毀於一旦 說這件事是一場鬧劇 偷雞不到蝕渣米 報導內文看到現年71歲的殿堂級歌手印尼亞 在2014年完成音樂會過後淡出幕前 並斥資近5000萬港元在台灣桃園買別墅和農場 歸隱田居 不過有樂壇風紀之稱的他近期活躍於社交網站 不時論盡社會大小熱爆議題 日前在Facebook發貼文大談天災還有AI 估不到話題一轉 忽然說到近日的娛樂圈是非 原來遠在台灣的他 也有留意李隆基未婚妻黃青霞疑似造假的風波 一向都喜歡把劉賢蘭當成討論區使用的印尼姐 連日尼都在貼文之下自然自語地講東講西 星期二2月27日他突然爆出一句 就說機閣一世英明毀於一旦 害了自己又害人 一場鬧劇偷雞不到蝕渣米 搞到官妃前身何苦 現在應該是享福之年才對 相信是對李隆基受到未婚妻是非波及一事有感而發 近日李隆基風雨不改到大濫女情教所探黃青霞 更加被指趁勢推出個人演唱會晚宴吸金 由於事件持續發酵 日前3月1日欣尼姐又大生被椰酸戀、詐騙戀、疲勞轟 但不忘食花生打趣到就說機閣似乎並非受害者 他是知情者、製造者、似懵懂、博同情 新聞空窗其妮吸版面 亦有一堆配角隨雞起舞 可覺可氣 為了開show前熱熱身 像是假裝豬吃老虎 他提議TPB開過節目給李隆基繼續演 就說由3個人演到無法收貨 快將洞房也要公演 真是歧視感說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欣尼姐罵得對不對 最近的欣尼也忍不住要出聲 直戚李隆基是博同情質疑他扮豬吃老虎 亦都說整件事是一場鬧劇 偷雞不到蝕詐米 令B商欣尼也認為 李隆基似乎並非受害者 他是知情者、製造者 甚至趁新聞空窗其吸版面 究竟這個說法對還是不對 近期李隆基的確在開過場 於是外奸也質疑他 是否順道吸金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這場鬧劇 不妨留個言聊聊 另外亦都說過這單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有關馮長記清盤 工會說異判被拖數超過6千萬元 另外發展局也有回應 究竟有沒有未完成的政府工程 報導機內內 有44年歷史由馮長創立的老牌成建商 馮長記在星期五 3月1日突然宣布倒閉 勞工處高度關注事件 建造業總工會權益及投訴主任吳偉良則表示 日前3月1日至少已經接到20名工友求助 他就說不少二三判公司都被拖數 其中和馮長記合作超過30年的二判公司 被拖欠6千多萬元工程費 另外有二判公司在2012年的工程費拖延至今 涉款都60多萬元 又說疫情期間不少公司低價入標 其後因為物料上漲引致財政壓力 擔心今次事件引起骨牌的效應 發展局表示馮長記集團旗下的 長記馮長建築有限公司 現時並沒有任何未完成的公務工程合約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這件事頗難收科 佳恩老牌成建商馮長記 都多達44年的歷史 由以往幫手建公屋 再到現在的私人物業、私人建築物 都是由他們幫手建 相當龐大 又有二判又有三判 最新情況 二判原來被劏欠六千多萬 另外還有其他厄勢公司 有不同的數目 另邊商跟政府工程都有關 發展局回應 就說馮長記集團 旗下那間的長記馮長 那個建築有限公司 就沒有公務工程合約 只說這間公司 其他公司 又或者會不會有些未知道的 一些公務工程等等 這些都各界關注 不過現在放在眼前的爛攤子 就是拖欠的工程費 都多達6千多萬 怎麼收貨呢 另邊商被拖欠的工友 現在根據程序 是不是又找破欠基金來找數呢 今次這間 這麼大型的建築公司 成建商的公司 這樣突然清盤 的確是殺工程隔 一個措手不及 另外亦都說這單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貨車在窩打老道自己炒車翻側 司機拒絕送院 報導的內容提到 九龍塘窩打老道發生交通意外 在昨天3月2日晚上10點多 一部貨車離開獅子山隧道過後 是圓窩打老道男行下車 使至影月台對開一個分叉口的時間 失控直撞石膊 貨車向左翻側 救門人員到場 協助司機離開車廂 他沒有受傷 拒絕送院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說這樣翻側的人都沒什麼事 已經很難得 司機沒有受傷拒絕送院 另外這個數字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最新月入中位數出爐 月新這個數就跑贏大市 最賺錢原來是這幾個行業 報導的流氓看到 根據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按季統計報告 2023年第四季 最新的統計數字 本季就業人數約370萬人 2023年第四季就業收入中位數是2萬元 較2022年第四季 19,100元上升了900元 按性別來說 男性在2023年第四季的月入中位數是23,000元 女性是16,700元 而工作時數的中位數仍然是44小時 收入最高行業應該是金融和保險 月入中位數是35,000元 但男女收入差距較大 男性可收入達到4萬元 女性就只有31,100元 其次就是已經統計以外的其他行業 收入是23,000元 第三就是進出口貿易和批發 收入達到22,400元 第四就是建造業和收入是2,140元 第五就是運輸、倉庫、郵政和出帝服務、資訊和通訊 收入約2萬5百元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數字來自政府統計處 有根據 不過當中說中位數字 究竟哪個數字能夠跑贏大市 原來最新的月入中位數是2萬元 若然你的工作有2萬元 已經較香港一半的勞動人口為高 厲害 令B商說到當中最賺錢的行業 就是金融和保險 月入中位數是35,000元 不過這個數字來自政府統計處 是否如實反應 還是有很多數目其實沒有被統計 有很多行業或者工作 都未必知道他們實際的收入 這個數字來自統計處 都是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不過當中的數字也有所啟示 原來月入2萬元就已經跑贏大市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